大家好,Tim哥 好耶 欸 必買 五大亮點 只能講五大喔 其他不能講 我愛蘋果,我最喜歡蘋果 我只是買蘋果,不喜歡安卓 訂閱一下廖威頻道 好啦 第一點你先講 當然就是處理器啊 因為說實在的 這個要說友商不爭氣嗎 高通加油好不好 你看 欸在我頻道說高通加油好不好 對啊在你頻道 我就高通棒棒 不是啊 好,說實在一點 因為搞不好也是因為這樣關係 今年iPhone竟然第一次破天荒 就是14跟14plus 用的不是S6是A15 沒錯 那如果你真的相比的話 A15已經碾壓式跟進頻比 所以Pro系列真的很避免 因為第一個呢 它就是A16的 A16處理器 然後應該是智慧琴手機上最快的吧 對 其實A15就已經最快了 A16更快 OK 那A16它反而沒有再繼續網 主要CPU不能去堆掉 對 它是增加他們就是他們的 AI運算部分加強吧 OK AI運算 對我們喜歡叫TPU 它看起來就是更多用在他們的圖像處理 圖像處理 錄影處理這個部分 它是說可以做到 每秒17億次的神經網路處理 這真的非常驚人吧 沒錯 第一點 它是A16仿正處理器 智慧琴手持機上最快的 強在加強啦 強在加強的晶片 對 第二點 換我講 終於Pro系列跟Apple Watch一樣有 Always On Display的功能 哎呀 它最低呢可以到1Hz 那最高可以到120Hz 比較徹底啦 然後包括他們介面是他們連鎖平畫面 鎖定畫面用什麼畫面 它就變成對應的 LED版本 重點是 它鎖定的時候 如果你今天那個畫面是彩色的 它還是可以看看比較淡的彩色 它有一個小細節 就是你如果是用放人像 例如放你老婆照片 它會膚色在做特別保留 不會之後變得太暗淡無光 沒錯 但有一個呢是 它的最高亮度呢是 它等於是什麼呢 是iPhone 13 Pro的兩倍 而且簡單說就是 它暗的地方可以更暗 LED可以每秒1Hz的超慢更新 對 快的話 亮的地方可以到2000Nit 可以到120Hz更新 沒錯 但如果你今天有OverSound Display的以後呢 你可以一眼看到什麼呢 時間啊 小工具啊 其實動態 這些 好第三換你 相機啊 當然講相機啊 4800萬畫素 4800萬像素 高像素的同時 它也提供四合一的像素 感望元件能力 前面講是把四合像素 合併成一個像素使用 所以預測出圖的時候 一樣快速 而且你也是1200萬像素 不會太大檔案 然後它在夜間之間 因為相合併關係 又有更好的進光量 它一樣有光學防守陣 而且是第二代的位移式光學防守陣 然後你在專業模式 我們之前就有提到 它之前就有提供 Apple的ProRAW模式 對 只要你專業模式 一樣可以出4800萬的高像素 對 然後再來是它的超望角部分 也有增強的畫質 它官方甚至說 跟之前的超望角相比 有3倍的畫質的提升 沒錯 然後再除了3倍望遠相機之外呢 因為主相機是高像素嘛 它利用裁切方式 可以達到類似兩倍光學的 1200萬像素的拍攝能力 所以整個算是非常提升的 非常多 再來就是還有一點 老爸有講嘛 自拍有支援自動對焦哦 哦 你講 這個就是 你看第四點 你知道這都是 就是我覺得 拉近其他非命陣營手機 以後旗艦機 自拍沒有自動對焦 哪敢叫旗艦機 它講到這個自動對焦 你要不要順便講一下 它這次的 前鏡頭的那個設計 那個動態導設計 是不是也還蠻酷炫的 就是我們一直在猜 它不是瀏海哦 它不是驚太好 太不驚太好 其實有點像UI設計 我會覺得這東西 也許有些人會覺得 這都沒有什麼不是很重要 還不是隱藏的 好像說第一個 螢幕下鏡頭我們之前測過了 畫質影響真的還是太大 對 更不用說蘋果是堅持 你還是要用Face ID 你前面它現在變成膠囊型了 膠囊型 一樣是有支付等級的高安全的前相機 沒錯 再來就是它整個UI有趣 它動態導設是小小的 平常是相機模組 但是你如果當你開啟的 霧擾模式 夜間模式 它會變大一點 當作你的顯示 沒錯 或是說你今天開鬧鈴 開錄音 它就當一個提醒的視窗 所以有點像是把過去的標題列 包含了提示的小視窗卡片 整合在這個動態導設計裡面 而且喔 它的第三方呢 如果你有加入進去的話 有比賽的話 它還可以比如說2比2 3比3的 它在左右兩邊 都可以出現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是開發者的話呢 你可以針對這個動態導設計 去做一些額外的延伸的設計 對 甚至充電你都可以看得到 對 充電之後我覺得蠻實用的 蠻實用對不對 好 第五點呢 是我自己一定要的點 動作模式 其實這點是我最想測的功能之一 為什麼 因為其實 官方 因為蘋果不太會講到很細節的執行細節 對 但它看起來就是一個 在運鏡的時候是 現在是穩定器 我們用GAMBLE嘛 就是這樣穩定器的效果 它會非常平滑 那以過去 如果我們用飛瓶陣營的邏輯來猜測的話 它可能用主鏡頭 或是用草廣角鏡頭的 餘餘的空間 去做採切 電子採切網路證 但是過去在飛瓶陣營的話 其實我們之前測都會說到一點就是 它在白天下效果真的非常驚人 但是夜間呢 夜間的時候 因為採切的方式 它會有點畫面破碎 對 但是蘋果 畢竟這幾年 它跟Google 我覺得是兩家 就是做 針對計算攝影 這間也非常強的廠商 那是不是在夜間拍攝的時候 也會很好效果 但是因為蘋果它的 這個動作模式 它也沒有放夜間錄影的 測試影片 對 所以 就要等我們實測 好 而且 除了這個以外呢 其實它在電影級模式呢 也全面提升到 可以支援到4K 這個很重要耶 因為老實說 我之前沒有用電影級模式 有一點就是 雖然第一個 我拍的東西都沒有人 畢竟我們沒有朋友 我是你朋友 好 我為什麼不想拍你 我想拍Tim嫂 我一直拍閃亮亮 我現在是Iris 拍導演 好 所以 重點是它現在可以4K30p輸出 或是你用電影模式 你比較喜歡動機電影改一點 電影改一點 4K24p 沒錯 我對我來說 我才覺得有一點點可惜 還沒有到4K60 不是啊 是因為我們創作者 其實在做錄影上面的功能 對我們來說還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會把這一點呢 來當作第五點 好 那我跟你講 好 我們現在講了五點了對不對 對 我們其實都是這對Pro講 但我們剛剛講 最後這兩點的應用功能呢 其實在14跟14plus其實也有 嗯 好 最後Pro系列的 這麼多顏色你會選哪個色 我們給大家一個答案 我們就要結尾了 我個人還是喜歡 銀白色 我去年拿金色 對 好 但是你今天想要紫色不是嗎 我今天一定是選紫色 各位 我就拿紫色 就這樣子啊 我們就 五大點 哎 等一下哦 你們現在看這影片的時候 記得去回放看一下 我們兩個的 當天的直播 我們的抽獎活動 還持續進行中哦 有機會就可以抽中 對啊 四肢手機 拜拜 我們先看這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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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